吴子佳说 为什么要封30年 你知道很多的档案机密 当然机密会封30年 国外也会 但是为什么 国外人家的疫苗采购 可以这么透明 我们就要封成30年 越封是不是越有猫腻 越封大家就越想知道 卫福部不是公开透明吗 吴子佳大爆料 一定是陈时中买的数字 跟这个差很大 他直接神预言 我公开讲 苏贞昌跟陈时中买的价格 跟永龄基金会差1亿美元 还不是1亿台币 是1亿美元 大使 关于这个 不是保密哦 是保存哦 然后吴子佳大爆料 跟你说价格就差很大 这中间的猫腻 大使来帮我们破解 这个哦 所以陈时中他们就是骗 骗骗 他都骗过没有处理公文 你看我这边有公文格式 公文上面 他这些注记是非常清楚 他只有密等及解密条件 他没有保存期限 保存期限 他是都有规定的 很多公文是永久保存的 那他现在讲的是保密 他这个是他的密等 跟解密条件 对 不过就基本上就是说 所有的公文 不管你是保存期限 你是保密的密等 或保密的期限 基本上都必须要对谁公开 要对国会议员公开 那以前我们在处理很多机密的文件的时候 那些就要开秘密会议 秘密会议 对这些国会议员 就是立法委员公开 那个里面 我想 孙伟员一定有参加过很多 这种机密的 那个里面 到了这个国会议员的场所里面 也不能把那些公文都给他涂黑 照现在来讲的话 公文都被涂黑 六行字涂掉三行半 这个开玩笑 为什么要涂 为什么要把他这些涂起来 我说只有三个字 只有四个字 这些一切搞的这些只有四个字 搞得像什么罗生门一样 只有四个字 做贼心虚 我刚刚心里头也冒出四个字 不可告人 不可告人 就是不可告人 做贼心虚 这个不要说宪法规定了 宪法规定所有人民 你政府花人民的一毛 一毫 一脚 一毛 都是要公开透明的 要不然就不叫现代化民主政府 那现在事实上 他有些说 我不能让大众知道 那你一定要让人民的代表 也就是议会的议员 那么国会的国会议员 他要对他百分之百的透明 就是不能像他现在的 给他搞的 什么六个字涂掉三行半 然后呢 他们现在又开始反咬 反咬蒋万安 我觉得都是把这些当做一个 当做一个怎么样 当做一个选举的一个筹码在运用 不过说实话 如果今天不把这件事情 这样炒出来的话 今天那个王必胜 或者说把那个价格说 是多少钱讲出来吗 可是问题他为德不足 对不对 每一季多少是七百六十五 他讲出来 可是你把公文拿出来我们看 对不对 怎么七百六十五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是凭你嘴巴一句话 是 你把那个相关的公文拿出来 让大家来检验 对你这个七百六十五都敢讲出来了 那你就把公文拿出来 让大家来检验 另外一个就是说 现在这个全世界 你看了 这个陈时中说的谎话 就是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公布 真的是这样吗 他讲的 每一国家通通公布 对 没有一个国家不公布 独裁国家搞不好都去公布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 过去就知道他喜欢骗 可是里面这个骗王 我觉得最会骗的就是陈时中 陈时中把民进党的这个骗人的艺术 发挥到淋漓尽致 如火纯青 而且骗人的时候 被抓到了 还脸不红气不喘 再讲一个骗子 再讲一个骗 再骗一次 来把前面的骗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英文有一句俗验 这个大家应该记住 在立身处事的时候 英文有个俗验 其实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社会封建 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对 你碰到任何事情 你诚实 这个事情就单纯很多 你也不会陷入一个 谎言的恶讯循环里面 那陈时中为什么会说谎呢 因为他初始就不诚实 一个谎言要用十个谎言来掩盖 十个谎言要一百个谎言来掩盖 所以他天天都得说谎 因为他原始就开始在说谎 所以整个档案就直接封存三十年 你今天就此地无垠三百两 告诉他我没有做任何坏事 可是我做的事不能让你知道 不就这样吗 那我今天公文大家都可以看 全世界都可以公开买个疫苗 有那么大问题吗 而且买疫苗说真的啦 台湾也不是第一次买吧 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跟国外采购疫苗吗 你买贵的只要你问心无愧 只要你照着程序 你敢公开 大家看也不见得你就是有错 那为什么要这样遮遮掩掩 最后就跟他们的蔡英文一样 把这些东西都不给你看三十年 我今天看网站上讲说 为什么三十年保密三十年 就因为形式追溯其实三十年 说华盛顿邮报公布出来的这个价格 就美国采购的价格 AZ4块美金一季 然后这个我们也帮他换算了嘛 就说照我们现在的换算方式 美国大概是120块的台币 然后辉瑞大概是 我看到的是这个磁剂是630块 然后莫德纳大概是450块左右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的换算是 应该是用美金1比30来换算的 可是实际上我们在采购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金还没有这个 这个涨到这么高 所以我估计那个时候 我们在买疫苗的时候 大概1比28而已 所以我就进行了一个试算 其实大家都可以试算一下 我们AZ买了大概1000万剂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辉瑞 按照政府所说的 我们大概买了1500万剂 莫德纳我们采购了2000万剂 再加上500万剂的高端 这样加起来总共大约是5000万剂 我亲自用数学算过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就是你乘一乘 然后除一除你就知道答案是什么 如果按照市场的合理价格 5000万剂 照现在这个价格来算 我们的采购价格大概在480块 平均的均价 可是今天王杜胜说700多少 这才是问题来了 765吗 对就是我们现在公布出来是765 就是我们现在是以480块 而且如果以中天现在这个数据 还是以美金1比30的 这个兑换的汇率来计算出来的 那么你这样算大概就是480 最多到500而已 那你那个765是怎么来的 大家算算看 765我假设500就好了 500我都还灌水了 就500是均价 你765代表每一剂贵了265 265乘以5000万剂 大家算算看多少钱吧 就这笔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这什么理由呢 就是如果你说那个时候 疫苗的市场很紧俏 然后这个疫苗是很抢手的 所以你必须要用高价去抢标 问题是当时去抢标的不是你 当时去抢标的是红海 是瓷季 是台积电的 跟你没什么关系 就政府真正要去买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疫苗的量 已经算是相对充足的了 所以事实上 你讲不出个理由告诉我们说 你这个差价265块 说实话 这我已经灌水过了 还差了265块 265块这样的价格 一剂差265 5000万剂 那这些钱究竟是怎么花掉的 这些钱到底是到了谁的口袋了 是不是就是因为 有这么大的一个差价 所以民进党 所以陈时中 所以卫福部不敢公布 疫苗采购的细节 疫苗采购的合约 跟疫苗采购的价格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 指挥中心被逼出来这个数字765 他不讲也就算了 他告诉你765 然后总共大概是5300万剂吧 我看到的数字大概是这样 你一讲出765当然就炸锅 只要稍微有点数学背景的人 你拿去乘一乘 算一算 看一下过去的报道 到底每一种疫苗我们政府买了多少 这过去都曾经报道过的 我们在节目里头讲了这么久了 所以我大概都还记有一些依稀的印象 那么我怎么算都算不出765 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太大的利差存在 而这个利差究竟去了哪里 是去了这个疫苗厂商的口袋 我们政府太不会溢价了 还是中间有回扣 还是中间有什么样的人 从中间捞了一笔 那这笔钱不是小钱 大家诚诚看 这个265块乘以5000万剂 这是一笔非常大的钱 永远超过1亿美金的钱 那么这些钱到底去了哪里 所以你说超过1亿美金 这个是不是刚好跟吴子佳的爆料有对上呢 吴子佳的爆料说成交价跟永龄基金会差了1亿美金 王碧胜今天很生气 出来告诉大家 你们这是道听途说 只会讲空话 只会在那边口水战 真相证据拿出来 如果说吴子佳乱讲 你告他啊 为什么不提告 吴子佳自己也说了嘛 曲晓星也说了 他有讲错的话 告他啊 花人民的钱 告诉人民花在哪里 有这么难吗 我就问 有这么难吗 会不会是 就像大千哥说的 账对不上吗 这笔账都对不上了 怎么能拿出来给你看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猜测 数位中介法还没过 我有言论自由 如果等过了 我可能连猜都不能猜了 但是呢 今天所有的大爆料 还有呢 徐晓星说 说谎当饭吃 好 我们回过头来 老婆你给我签一张 还有人出来护航 口译哥大家还记得吗 赵一祥就呛声 他说 徐晓星我跟你说 他还拿了一个例子 他说2020年的时候 比利时当时就公开疫苗价格 结果就引发争议了 好他就说到这边了 然后他就说 你不要害我们买不到疫苗 问题来了 后来比利时有买不到疫苗吗 怎么没有人出来讲了 比利时有买不到疫苗吗 还有呢 不只是比利时 很多的国家都有公开 我来看一下我们字 字塔上面有没有 这边没有写得很详细 但是呢 晓星的大爆料里面就有提到了 其实啊 我们刚看到的美国欧盟嘛 数字就这么清楚了 每一季嘛 大千哥都可以算得出来了 好 卫福部为什么算不出来呢 来日本 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 而且其实很多人都在讲啦 当时候我们勤急的时候的疫苗 不是人家送的 连立陶宛都送我们疫苗 好要不然就是 永离基金会采购的 慈祭采购的 政府实际上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好日本有公开单季的价格 好今天呢 刚才我们说的嘛 首度公开 好买到了5351万剂的疫苗 我们花了408.6亿元 平均一剂台币765元 但是呢 洪孟凯提出一个猫腻喔 他说呢 我要的是个别疫苗的采购价 各位 你有看出这份报告的猫腻吗 刚才我们看到的美国跟欧盟 都是告诉你AZ采购多少钱 莫德纳采购多少钱 BNT采购多少钱 为什么一定要追 因为台湾很特别 我们有一支别的国家都不想买的高端疫苗 好如果今天赵宜翔说 你要害台湾买不到疫苗吗 好啊那我们就说一句啊 那为什么 那你公布高端的就好了 其他你就不要公布 好不好 我们就公布高端的 你敢不敢 大使 他现在我们刚刚看这个 像这个欧盟跟美国 他是三支疫苗一起加起来 均价一下就知道 我看那些均价加起来 大概比他买这些莫德纳什么 还要再低 大概600 100 再加一个400的 你看就是 大概1,200 1,100 1,200好了 三支 总价1,200除以3 400块 400块 那跟这个价格差多少 他这是用均价 他不给个别疫苗价格 那这里面一定有 有几支买的特别贵 如果没有四支的话 又买的特别贵 比别人贵很多 所以他不敢拿出这个军 就个别疫苗的采购价格 反正就是说 如果心里面 行的证 心里面没有鬼的话 别人对他的批评 他一定拿证据出来 然后证明自己没有歪锅 没有歪锅 就这样讲 一定马上做梗图 对 我一定把我的原始资料 拿出来给你看 我契约都给你看 你们不相信我嘛 对不对 你觉得我买的贵 今天这个吴子佳说 我多买了一亿 如果真的没有这件事情的话 陈时中马上这些 这些就把原始资料拿出来了 就要打脸吴子佳了 被人家说多买了 多花了一亿美金 任何人如果说 重视自己名誉的话 他都愿意去背这个黑锅吗 他这个时候他一定把所有的证据拿出来 你看这就是我的价钱 吴子佳讲错了 可是吴子佳讲这个时候 民进党政府从陈时中到王毕胜 他们敢拿证据出来吗 就随便丢一个数字给你 然后呢 他说我给你们看过了 看的时候现在才知道 看的所有的公文里面的三分 二分之一强的公文都用黑笔涂掉了 干嘛叫人家看天书去拆啊 所以就在搞不透明 就在搞得装神弄鬼 这些就是其中必有诈 一个正正派派能够怎么样 能够经个期考验的 一定是拿资料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不是还没有案发之前 就把所有资料清洁通通销毁 你知道那些逃税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人 他们这些做监犯科的时候 要被警察捉到之前 他们做第一件事做什么 销毁公文 就是怕人家抓到证据 那这个行为跟现在陈时中做的 他们这些人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他不给你看证据 他就是不给你看任何证据 所以呢 这个里面 我跟你讲 我今天用自由新政 我知道谁在里面搞鬼 这个就用常识 三岁小孩都知道他搞鬼 因为他可以证明他亲牌的东西 他把它怎么样 藏起来不拿出来 你如果真正 比如说我今天做一件事情 我做公务员的话 我做一件事情 我怕将来人家对我 或者诬告 或者什么故意来扯你的话 那我也会把我对我有利的证据我保存起来 对不对 然后如果有一天真正人家来整你的时候 乱怎么样 乱抹黑乱扯的时候 你有保护你的证据 现在你看他们有机会要他来 要他澄清 现在全台湾都在怀疑 陈时中第一个说谎 第二个这个买这个疫苗中间 有上下起手的嫌疑 对不对 有不干不净的地方 那陈时中如果是一个注重自己的名声 注重自己清白的时候 他之后应该怎么做 他之后应该把那些资料赶快公布 对不对 赶快公布说 你们不能这样随便讲我 我告诉你事实上这样 我有证据 那我就服了 那哪有事情还没有之前 先把这些证据通通怎么样 不给人家看 这个就是 其中必心中有鬼 作贼心虚 然后此地无垠三百两 所以我是觉得 这些人在别的任何的社会 任何国家是生存不下去的 可是民进党这个政府 现在是什么 是把我们的监督体制 司法体制 还有这个监察员体制 统统废了 然后他在立法院 又立法院又把这些反对党 踩在脚底下 对不对 我们也没反对党 我们什么都没有 就让他们任平的 就要靠一张嘴 在那边胡扯八道 不一个谎接一个谎 一个谎接一个谎 然后还有那些小绿绿 像这种什么赵宜祥自流的 也在那边一起扯谎 对不对 大说谎的跟小说谎一起凑在那边 我们这个社会拿他们就没办法 我觉得一定要让他们下台 然后凡走过必留下沉积 横积 然后呢 横积跟沉积都有 然后好好把这些作奸犯科 有作奸犯科的这些人 有这些偷窃人民血汗钱的这些人 通通神之以法 以章正义 你不会想知道你的纳税钱都花到哪里去吗 包含军购也好 包含疫苗也好 卫福部是不是一手遮天呢 现在感觉好像是挤牙膏式 被爆料一个 那就回答一个 然后陈时中还硬拗说 这些资料台湾早就已经公布了 哪里有 王碧胜 这个疫苗资料 平均每一剂765元 是不是才火热热热腾腾刚刚才公布的 是一个巧新的脸书很可爱 他就有一个hashtag说 说谎的人要吞一千根针 到底有没有把说谎当饭吃 我们就来看一下 陈时中一直反击 他说没有什么封存30年 你们乱讲话 从来没有列为国家机密 而是资料保存越久 跟秘密封存是两回事 陈时中说 这个资料保存越久 越可以保护真相越久 你听得下去吗 如果如陈时中所说的 随时都能公开 为什么不今天就公开呢 我们烙碗报 一定帮你大力的报导好不好 证明卫福部 你真的公开公正又透明 为什么说公开会买不到 刚才赵宇翔护航嘛 公开价格我们会买不到疫苗的 还是怕买贵了之后会被大家骂呢 慈忌为什么都买得到 买的政府比政府快 而且还透明呢 海黄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PI714 享有折扣哦